巴基斯坦接近阿富汗边境附近 发生炸弹爆炸集击 造成至少25个人死亡及多人受伤 正当伊朗与西方因核项目紧张之際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·内加德 在加拉加斯回顾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尼日利亚工会升旗二保证说 要继续全国的无限期罢工抗以油价上涨 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基证实 他将会在4月份的补选中竞选议会职位 罗马尼亚一栋圆顶冰雕酒店 助纳于海拔2000米高 在今个冬季再度开放